11月16日,GPU盛典如约而至,出席嘉宾高达54位,可谓是星光异矣,由网友提前爆料了有关于本次盛典的获奖详情,在网友曝光的信息里面,年度全能艺人的奖项是颁发给了张艺兴。 根据张艺兴在2021年的表现来看,这个奖项确实实至名归,作为归国四子中最为低调的一员,张艺兴一开始的人气远不及其他三位,甚至他的slogan努力努力在努力,看起来也像极了一个人设,但如今,张艺兴却成功撕掉了流量这个标签。 在扫黑风暴中,张艺兴搭配众多老戏骨,饰演刑警林浩,眼神犀利,原生台词流利,让观众看到了一个全新的张艺兴。 除此之外,在《综艺者就是街舞》中,张艺兴依旧是舞台上那颗闪闪发光的星,可谓是一栋一镜切换自如,成功让观众们见识到了张艺兴的不普通。 感谢您的观看,喜欢记得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。